而要成为一位大医王 在医学院的养成教育显得很重要 慈基大学医学系六年级的学生 今天在花莲禁思金社 由正言上人为这群准大医王们授袍 期许他们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磐石 医学生们也致诚发愿 要为众生拔除病苦 当我进入医院时 我真重地保证要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 以人格立下誓言 慈基大学医学系六年级的学生 即将踏入医院展开临床的实行医学生涯 经过六年的学习 在师长的身教研教下 这群准大医王也有许多自我的要求和期待 看着老师们在就是艰困的环境中 还能这个努力向上精益求精 并且永远以病人为中心的一个行医过程 让我非常的感动 虽然知道自己还能力还不是很够 为病人做的有限 但我充满了动力 我愿意接受接下来当实习医学生的所有挑战 由正言上人亲自为五十位的同学挂上听诊器 象征大家将承担其守护民众健康的重责大任 上人也期许这群拔苦与乐的准大医王 能以身作则发挥生命最大的价值 好意思是人的死命中的贵人 因为人人病痛是最苦啊 你们的慈航就要在人海茫茫中那一种的苦难众生 你们要去救把苦难的使命开动了 许多家长和慈舰艺的爸爸妈妈专程来为孩子送上祝福 医学生黄凯静的妈妈更是远渡重洋 从马来西亚来到花莲 感恩慈悸让她的女儿不只学习到医疗专业 更了解了慈悸人文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分数的高低 不在于分数的多少 而是在于人格的涵养 在这点只有慈激大学的医学院的学生有 继续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 医疗法船已启航 未来医界将产生更多的神力军 守护病苦的人们 也将用蚂蚁熊兵的精神 树立最好的医疗典范 大约新闻 吴冲卫 邓明依 华联报导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